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人文航海讲座的第五章第三十二讲 那上一讲呢我们谈到了三分之二的碰撞 是跟小型船只发生的 也就是渔船 那今天呢我们再深入谈谈呢 为什么这些渔船呢会产生问题 那主要呢就是大家太依赖雷达的瞭望 那瞭望呢使用雷达是有其限制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好我们说呢在驾驶台上面能够掉头转向或是停车主机 这是要由当值船部呢来执行的 那如果这条船呢有装了AIS 那现在呢已经是必备的装备了 那可以使得呢当值船部 可以利用AIS的资料 但是在中国沿海 AIS被严重的滥用 任何的渔具渔网上面都装了AIS 所以呢 AIS的信号呢密密麻麻 一两百个 那唯一比较少的是在正横的两边 好像呢没有AIS的信号 也就是没有这些渔船渔网的信号 结果呢等船长掉头90度 发现前面同样密密麻麻 一片都是AIS 所以现在呢AIS呢 已经失去它的功用了 如果你只用AIS 所以用APA 其实呢在小型船只众多的时候 也是会遭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要补助这些呢 最好是使用目视瞭望 那我们看看呢 小型渔船呢 对于大船来讲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 他们没有保持呢 适当的瞭望 因为呢渔船的关切是哪里有余 是后面的渔网 不是前面的航路 跟其他大船的动向 在他们心里面呢 总是认为大船呢 会自动让路 第二 这个渔船上面当班的人员 对于呢 避碰规则呢 没有了解 也不知道呢 怎么样避免碰撞 对他们来讲 要撞到的时候 最好就是停车 这些垂手呢 也不懂得 这个 就避碰规则来讲 渔船呢 只有在真正打渔的时候 才算是渔船 那没有打渔的时候 应该算是水面的动力船只 那尽管它的顿速呢 不高 它并不是属于渔船 那现在呢 渔船在海上 认为它有路权 它是条渔船 第四 这个当值的人员呢 误解了雷达上面的信号 或是雷达上面的资讯 也就是不会雷达的判读 不懂得雷达呢 所遭受到的限制 我们说小型渔船呢 如果风浪大的话 在海里面再沉再浮 那有时候在浪头上 有时候在浪鼓 所以呢 即使眼睛看到 要在雷达上面 持续的显示 有时候也是有它的困难 况且它的体型又小 回击也小 到的距离比较近 渔船的信号 比较回坡比较强的时候 这时候呢 海浪又来了 那海浪的回坡 会跟渔船的信号混在一起 那第五点 渔船上面 没有装雷达反射器 使得呢 船上的雷达呢 很难探测 第六点 在渔船上面 开船的船长 经常呢 是只有唯一 一个船上有执照的人 他呢 已经太过疲劳 第七个 渔船的水手 并不了解呢 大船是如何操作 不晓得他受到他的船型限制 他转向的能力 也受到限制 或者是呢 大船上面 也许并没有那么多 当班的人 这个是在讲呢 大型船只 白天呢 经常是一个人 在当班 那也许呢 那也许呢 他只有依靠呢 雷达的扫描 根本呢 没有办法 注意到 小型船只的接近 在避风规则上面 写得很清楚 我们要保持一个 适当的 遼望 那遼望的义务 在 避碰规则 第五条 上面写得很清楚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谈谈 避碰规则 第五条 每一条 船坡 应该呢 随时保持 适当的 遼望 使用 视力 听力 及任何 船上 可靠的设备 在适合 当前的情况 跟环境之下 以便于呢 做一个 完全的评估 对状况的评估 跟了解 碰撞的危机 好 那这一条呢 听到我们要用所有的方法 随时随地 要怎么样 完全了解我们是在什么状况之下 跟我们的碰撞危机 一个遥望呢 应该使用它的视力跟它的听力 跟雷达 那这边是没有讲雷达 第五条没有讲雷达 那现在呢 是雷达 阿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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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电子海图 都有呢 船只的信号 如果呢 你可 显示在萤幕上 事实上呢 碰撞的发生 指出 在船上的瞭望 或者是渔船 这些人呢 都是什么 无效的 不管是因为任何言语 也许是因为仪器的使用不当 也许是因为他的知识不足 要不然呢 就是对当地渔船的文化不了解 所以呢 要怎么样增进我们使用船上这些设备的能力 那这个在呢 英国的海事指导公文里面呢 379号上面有说 雷达呢 应该用来补助 目视 观测 在 晴朗的天际中 那这意思是说呢 雷达要在 天气好的时候 来使用 以便于呢 协助 对碰撞危机的判断 是否存在 或者可能产生 碰撞危机的发展 雷达呢 提供正确的 决定因素 决定呢 目标的距离 那使得呢 当职的人员 知道 要采取 什么样的行动 即行动的时间 是否适当 以避免碰撞 那对于船只的运转性能呢 也列入考虑 那这个呢 说的不清不楚 对不对 因为呢 避碰规则的适用 是有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 是自由运转 一般呢 是在8到12海里的距离 那第二阶段呢 是4到8海里 那这个时候呢 让路船要让路 直航船要直航 那等到距离再近的时候 两海里 或者是三海里 那这个就是 进阶必碰的时候 两条船都要采取 最适合 避免碰撞的 行动 船只运转的能力限制 我们 读过进阶必碰的 就知道 船呢 要正确运转 不是用满舵回转 需要呢 将近7倍的船长 所以呢 今天公司给你一条船 460米 那你乘以7 4728 67 这样就是3300海里 那相当于1.7海里的距离 这就是说 你要采取行动的距离 是在1.7海里之外 否则呢 你就要开始心惊胆战 那详细的 船只运转限制 各位呢 还是一样 要去读 进阶必碰 对于呢 当职的人员来讲 保持呢 常态性的 练习 使用雷达 是很重要的 如果 有APA的话 也是一样 这就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因为呢 天气不好 你看雷达上面的东西 完全没有办法 做一个确认的动作 所以你要在天气好的时候 练习使用 等到天气不好的时候 你才会有信心 要不然没有信心 就是不确定 不确定 就会产生恐惧 那你家里还需要防贷的话 你的恐惧感 就可以杀了你 所以呢 我们 要使用雷达 跟呢 APA的功能 可以用木室 来做核对 那这个就需要呢 在良好的天气状况之下 那这个呢 当然是 现在讲起来 好像是 有点 要求太多 因为以前的雷达呢 是宝贝 它上面的 磁控管 有寿命 所以 也没有强制装两部三部雷达 所以雷达呢 除非天气很不好 才开 所以这个呢 是澳洲政府的说法 鼓励人家多开雷达 那现在的船只呢 几乎是 雷达呢 是24小时开的 所以应该不成问题 因为现在雷达呢 因为现在雷达呢 没有 那么大功率的设备 跟元件 那我们如果 常常常在天气好的时候 使用雷达 那如果对雷达的判读有错误的话 或者是对情况的判断有错误 那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呢 我们自己使用雷达的错误 那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很可能呢 就赔上人命的代价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熟悉呢 雷达如何有系统的观测 以及呢 测绘 跟呢 其他的电子装置 互相比较 当时的人员就能够很快速 有效的处理呢 我们在人间度不好时候 所遇到的困难 就像我们讨论过的 虽然呢 避碰规则写得很清楚 这个要呢 使用视力跟听力 跟其他所有可靠的方法 来避免碰撞 但是呢 我们回头仔细想想 我们在学校 有受过 阿法训 有受过雷达训 跟AIS的训练 我们呢 对这些东西呢 知道的都很充分 但是 我们有没有受过 五天的训 或者是五个钟头的训 谈到呢 如何使用目视瞭望 各位呢 要知道 避碰规则呢 是 1975年设立的 在那个时候呢 雷达并不普遍 所以呢 会目视瞭望 是最基本的东西 可是过了五十年以后 目视瞭望呢 已经不在学校的 教材之中 所以新一代的船父 仰赖的是雷达 是阿帕 是AIS 那对于呢 目视瞭望呢 是不具备知识 也没有技术 那更不要了解呢 不要讲了解渔船的文化 那只有什么 恐怖的感觉 对不对 虽然呢 电子航移 是适用于所有的气候因素 但是呢 视力跟听力 只能在 能见度好的时候 那年轻的船父呢 他的知识 是因为呢 他要考执照 去参加这些 考试 所得来的 但是呢 大部分雷达的 设备的限制 跟如何的使用 虽然公约有要求 但是呢 要让他做到 能够处理现实的状况 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那年轻的船父呢 其实被电子仪器 五花八门的功能 数字所迷惑 对于最直接 跟主要的 瞭望技巧 是使用目视呢 已经搞不清楚 不知道目视的重要 我们看 瞭望 look out 是用眼睛 并不是呢 look down 向下看 也不是look in 在雷达的荧幕里面看 瞭望 就是要向外看 那可是向外看 要看些什么东西 可能呢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好 那所以呢 就算是雷达瞭望 大家呢 也是走入了 错误的道路 使用呢 APA的文字 那所以呢 如何 做雷达瞭望 那各位可以看 前面的影片 也是在YouTube里面 那我都扣在这里面 提供年轻人的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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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